SUR Unity 1000 火车 这一阵子啊其實有不少的网友都要求我聊一聊 我的這台旧車 那今天这一支简单的 Vlog 我就和大家 谈一谈我和它的這個行路旅程好了 不过在這之前希望大家可以 点个赞 还有就是按下我們的Subscribe Britton 订阅我们的频道 相信有不少人一听到 KONTi 车 第1个问题就是 这种车到底哪一不哪一开的 其实这台车我是 2016 年 11 月买的 算到来都有一个 5 年这样子了 可是这台车是一台准新车 它其实是 2016 年 1 月注册的 所以已经是接近 6 年的一个车龄了 那其实这台车现在的车况啊 我觉得和一般的这个日系车其实并没有相差太多 除了这个车脚方面会稍微比较散了一点点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开过这台车下过两次这个 SPANG 的赛道啦 所以在这个耗损程度方面会比较大一点 另外就是我在这个悬挂方面我是有做了一个升级 这个待会我再跟大家谈 但是老实说这台车我开到现在啦 还没有什么主要的这个扎音 当然有一点点风声这些 主要是它的 rubber seal 那些已经不太好了 不过这些我都觉得还可以接受 至于引擎方面又如何呢 老实说这台车的引擎其实现在还算是很健康 开起来也很顺 Turbo 方面也没有坏 Supercharger 也没有坏 也没有吃黑油的问题 只不过我是有claim过一些部件啦 主要是claim过两次的这个 Water Balm 还有一次的 ABS Balm 那讲到这个 Water Balm 其实原厂当时只是发现到有这个异象 它就直接更换一个全新的给我了 算是一个 precaution 就是预防措施 至于 ABS Balm 呢 它则是因为亮灯了 所以我就送回原厂 然后原厂检查了过后就直接换一个新的 ABS Balm 给我了 讲到这个 ABS Balm 其实这台车的 ABS Balm 如果你回原厂更换全新的一套的话呢 1万多令吉 可不便宜哦 在外面的话我记得也是一个几千块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是买这个车龄比较高的 Volkswagen 的朋友们呢 你们可能就要注意这一点了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有点痛 接下来就讲保养的部分 保养方面我就在这边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开了这个11万多公里 下来所花费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和总数 那其实我这台车到现在还是送回原厂保养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原厂的价钱 然后这台车还是一个 Full Service Record 但是我也不是全部东西都在原厂换啦 有些东西我还是选择在外面换 主要是回原厂换这个黑油啊 牙油啊 这些油油水水 还有 Coolant 等等的 还有就是这个 Spark Plug 这个 Spark Plug 我会选择回原厂换呢 主要是因为外面有很多家的 我比较担心 所以我还是选择回原厂换 也贵一点没关系 而且其实也没有到很贵 大家看这个价钱是OK的 这有一些消耗品好像这个刹车片啊 还有我一些 Belt 这些东西呢 我就选择在外面换 因为外面的价钱的确是比这个原厂便宜了许多 那原厂的这个 Service Center 其实也没有太过讲究 这方面我是觉得 Volkswagen 这个原厂 它对这方面的这个 Warranty 并没有太过严苛 不过其实讲到花费的话呢 我花在改装的这个钱是比较多一点的 讲到改装 其实许多 Volkswagen 车主在一买车过后 所追求的这个动力升级 我反正是没有碰 除了因为 Warranty 以外啦 一方面当时我就觉得这台车的这个性能 还有整体的这个动力表现来说呢 以我的驾驶技术来说 还是可以应付 所以我也就只简单升级了一个 Intake 而已 反正是它的这个底盘设定我就觉得不够用啦 所以在一开始下载车道的时候我就直接更换了这个18寸的轮圈 过弯的时候会比较定 再来我就开始觉得 诶 这台车的这个悬调 原装悬调好像 Body Roll 太多了 一直在推头 所以在最近我就更换了这个 Biosign B8 的运动避震器 搭配 H&R 的运动弹簧 而轮胎方面我也选择了在整体的这个表现最为全方位的 Michelin PS4 so far 我还算是相当的满意的 那同时其实我对车内的这个 Comfort 还有就是整体的卫生也相当讲究 毕竟我们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车里面 所以我就为这台车升级了 像是这个10寸的 Android 主机 然后还有像是行车记录仪啊 还有大家都会贴的这个隔热膜 这个天气炎热之下真的是有用的一个东西 还有就是这个 MedClean 的 X Realizer 大家可以点击上方的这个小白点 知道它是什么来的 主要是刹军用的啦 再来就是最新的这个 也就是这个 Dodo Med 汽车脚垫了 这个脚垫有双层式的设计 不管是粘到沙还是粘到泥还是粘到水呢 我都能快速清理掉 而且过过水就干净了 因为它其实是防水的 所以相当的方便 而且我发现它的这个剪裁非常的fit 我个人还相当满意 重点是它还有三年的保家 只要你的这个脚垫有任何的破损 都能够直接找回厂家 厂家能够直接修复回给你 而且现在在Auto to YouTube 卖购买的话呢 你还可以享有双十一的优惠 只要在11月8号到14号期间购买 你就可以享有15%的折扣 同时还附送你一个免费的补胎剂 当然 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输入我们的这个优惠嘛 你才可以享有这些优惠 所以到最后我到底花了多少钱来养这台车咧 我在这里就列出这个总数给大家看一下啦 哇 突然间头有点痛 很多人都讲 买Continence 的车 保养很贵 那在这边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台 Volkswagen 日常保养的这个价格还有费用啦 其实那些日常保养好像换黑油啊 换牙油啊 换 spark plug 这一些等等呢 我是觉得和日系那些是相差无几的 甚至它的这个牙油 我如果是做这个 normal DSG maintenance 的时候啊 比 CVT 还要便宜 但是如果是这个 VAC Clutch 的六速 DSG 的朋友们呢 你们的这个 DSG 就会比较贵了一点 我全部都有列出来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但是这台车在 spare part 方面就的确会比较高了一点 那在这边我也列出一些长久开下来 你可能会需要更换的耗损件 还有就是消耗品的这个零件的价格和费用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相比起日系还是这个国产的话呢 的确是高了少许啦 高了蛮多啦 其实 So 想要从这个国产或者是日系更换去欧系的朋友们呢 你们可以做一个参考 欧系车有一个不成文的 law 那就是五年一个修 这里我讲的修啊 是那些修小小的部件啊 好像你的 rubber hose 啊 你的 bush 啊 你的 sensor 啊 等等的 然后还有像是车内的那些塑胶部件啊 顶棚啊 这些东西 主要是这个零件老化了啦 时间到了 当然如果你是没有什么顾车的人的话 你可能你的引擎这个时候也需要换一些部件啊 可能你的这个 steel 啊 然后甚至你的 piston 那些 都会可能需要更换 主要是看你有没有顾车 但是如果你把这些损坏的部件 耗损的部件 全部换上全新的原装零件的话呢 我基本上可以讲啦 就是接下来的五年呢 这台车都会是一条好汉 所以想要购买这种二手OC 车的朋友们呢 最重要的是你在买之前啦 车况先检查好来 当然这种东西是没有 guarantee 的啦 你现在看好像很好 可是下一秒开出去可能它就马上坏了 所以这一方面我还是建议大家 最好是准备一笔储备金来 stand by for 你可能要维修 可能要更换的这些零件 所以要花多少钱 要准备多少钱呢 我个人建议的话 好像我这一台车令已经是六七年 五六年的这个 Volkswagen 的话呢 我是建议准备一个 15-20 钱 我相信其他的OC 车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数目啦 So 这方面你是要有心理准备 当然如果最好可以的话啦 你就买那些已经是有 external warranty 的配套的二手车 那会更加的好 其实想要买OC 车的朋友们啦 我在这里是建议你们 最好是有那一种想要去了解这一台车的心态 你才去入手 至少这台车在亮灯的时候 你可能还会大概知道它发生什么问题 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去面对 如果你是抱着那种车子开了 就不应该坏的心态了 那我建议你还是买日系车会比较好一点啦 那这台车我其实开了那么多年 我是觉得其实也是时候往下一个阶段发展了啦 主要是因为它时间差不多到了 应该要换多钱来修理 下一台车 老实说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会开回这个OC 车 因为它给我的这个感觉 还有整体的这个快感 还有扎实感呢 是我在许多品牌的这个车体里面啊 都暂时还是找不到的 大家说买 Continental 车都回不去 这一点其实我还相当的赞同 不过当然主要是看你自己怎样想 所以我现在这台车应该选择什么车呢 你们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建议我一下好不好 好啦 今天这个短短的简单的影片也是时候结束了 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开OC 车这些年下来的一个心路旅程 希望可以帮助到想要入手这个OC 车 但对OC 车又有一点害怕的朋友们 可以给你们有个参考和一个心理准备去面对啦 喜欢这期影片的话记得不要忘记给个赞 还有就是分享出去 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击那个小铃铛啊 这样我们有新的影片的话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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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